大家好 歡迎收看公子博客的50集 厲害 50集 居然做了50集 這些事情可大可小 忽然之間都做到50集 最初也沒想到做這麼多 我記得是想找你講一些不同國家的事情 始終都講完 沒理由去百多個國家 沒有理由Itro比亞 毛理求斯都去 結果最後變成一個天南地北的吹噓節目 即是娛樂自己為本 不知道為何讓我們娛樂到的人 可以這麼說 我覺得是一個清談節目 我想很多時候清談節目都不用有特定的東西給予人 即是跟我上集說 很多時候我看YouTube 你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有一些興趣 你就聽 或者現在我晚上會出去做運動 出去走 其實開一些東西聽 沒有那麼悶 你聽歌始終就是 即是我也聽歌 但是我覺得有些東西聽一下 好像這些空出口水也好 或者有些Podcast上讓人說的東西也好 即是我覺得那個娛樂性高過就這樣聽歌 不是 我們播客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有時候也不想跟你有什麼準備 因為如果有什麼準備 就忽然之間又去了那樣東西 我就看看有什麼可以爆出來 但我們今天有準備 是不是 首先我們今天的題目 我們今天有題目的 這個50集 我們是想講一個萬馬文化 萬馬文化 之前其實也有提過一下 因為實際太盛行 是 因為為什麼開始呢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錄 其實是一個星期前 MIRROR舉行演唱會 然後首先就是亂象貧生 第一件事我想說的就是有大量的直播出現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在MIRROR舉行演唱會有大量的人 就在Instagram製作直播 即是怎樣 拿著手機播放嗎 沒錯 他去到 有沒有設定一個人的假 不知道 有些人好像有的 總之他就跟你做直播 或者他拍攝他最喜歡的Edan 他最喜歡的Anson Lo 其他人就飛去 這樣就做直播 這件事 第一件事就已經是 應該是不值得的 這個當然是不值得的 雖然任大華沒有出現 但是他也不值得的 是不是 立馬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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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也有說過 其實我在安室內美衛 是臨退休之前來香港的 即是他在亞洲唱會演唱會 我去了 他去了很簡單的 所有人拜託你不要 攝錄 不要拍照 不要攝錄 很基本的攝錄 就是拍照都不值得 你只坐在那裡 只欣賞我的演唱會 然後其實每一個段位 都有一個人站在那裡 真的沒有人拿出來 任大華 其實沒有人 即是有任大華站在那裡 但是真的沒有人拿手機出來 其實我挺喜歡這樣 因為第一 你不用看到前面 隔壁旁邊的那個拿著手機的燈 是 然後你變成大家都很專心 是真的在看那個表現 是 那你現在還要長期錄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其實看球都有這個問題 是 看球就看球 你真的看球 看球不是的 大家就拿著 因為看球是球星的 是 大家就拿著手機 每個拿著在那裡預備拍 其實有時候我也會 如果坐得近的話 但其實你想想起來很傻 你拍得多漂亮 都不夠電視那個拍得漂亮 沒錯 一定 即是你說他這行 最後一秒鐘起手入 入定不入 你以為你手機有你拍過一段 你是要這段東西 但其實你那段東西 怎樣都不夠電視直播那段漂亮 或者你上網 找回那段東西 再錄下你的手機 其實一定比你拍那段漂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Murror的直播 我就明顯是一個侵犯反權行為 而且作為一個粉絲 你是不是應該這樣做 對 即是你打算祭世為懷 原來是屠殺你 不是 這個就是share的概念 有些人買不到票 是 那是share現場的氣氛給你 那你share 如果你不要侵不侵拳 你講十幾二十秒 我覺得不是問題 不是整場的 你整場的話就是一個問題 是啊 真的很奇怪 然後第二天因為舞台設計 有些成員跌到 我也看到跌到台 其實那個位置 其實很危險 他好像沒事 回覆起來就算了 是啊又沒事 我老婆突然彈了個名字 看到這些就是王家驅三個字 因為王家驅應該是2米 2米以上 高過人 因為上面那條橋會伸縮 他們在上面跳步 其實很危險 但那裡又奇怪 他自己唱唱歌 一直向前走 又不覺得 其實如果你問我應該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那個彩排 彩排 不是在那個場合彩排 根本不知道會有這件事發生 還有他始終多人 十幾多人 十幾多人 你要分散 我想這裡有些問題 還有他們因為年輕 關於年輕的事 年輕就比較敏 當然我們不管 我今天的問題不在這裡 就是這個舞台設計的問題 舞台設計當然有問題 如果那個舞台設計不安全的話 是非常危險的 我只說三個字說 就是王家驅 就是那個問題 你沒事就開心 但當演唱會出現的時候 又是鋪天蓋地的漫漫文化 整個社交媒體都在罵 我也不知道這個世界 其實我剛過來之前 在維多利亞公園才遇到這件事 我游完水出來 你知道今天多少度 39了 然後就在維園那裡 拉低了口罩呼吸一下 或者拿一根毛巾抹一下嘴巴 然後撿了一個女人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戴口罩吧 OK 沒有問題 我不理她 然後她在找手機 這個問題 然後我問她 你做什麼 放你上網 嘩 這麼兇 我也是瘋狂的 我就是掉頭走 戴口罩 是不是 我挺怕她跟上來 然後我還找一個 飲白地方吃點 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麼喜歡她 你也給人面子 三十幾個 我又不是在鬧事上 我又不是對著你咳 我只不過是 在維多利亞公園 如果說這件事 我覺得這不是漫馬文化 這就是面積你 就是面積你 那你這麼害怕 這個其實是我們很多人都以為 很多人不怕這個病 我們會想慢慢開放更多 現在其實你看到數字一直升 政府也沒有任何措施 有 有 11月通關 我意思是希望把它關掉 就是一直向著開放的程序去走 那問題就來了 其實社會上還有很多這種人 第一 是真的害怕 真的害怕 第二 她的工作是依賴這件事 做一個收入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其實我經常走 就是做運動 我當然做運動是戴口罩 走到某一段的時候 我會上一條天橋 RFC外面那些 RFC天橋上面有食招 食招就是純粹看你有沒有戴口罩 我覺得是 沒有工作做 那裡有什麼危險 結果我就是有次走到那裡 晚上十點多 周圍沒有人 我很自然就拿著一瓶水 拿著口罩 那時候我真的不是在喝 我只是繼續走 問題就來了 他見到我 指著又是這樣 你戴口罩 不要緊的 但這個叔叔 我想大概幾歲 他的口罩是露了鼻子出來的 就是那一隻 即是他不相信科學 我不知道他相信什麼 但是他有份工作 就是因為有這件事 我覺得 因為如果沒有這件事 他根本不需要那個 中數還放在那裡 你覺得他在RFC天橋 是RFC的保安還是什麼 不是的 應該是外面 因為那條橋應該是政府的 然後我試過走中環街市 中環街市你去過 挺有趣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喝 裡面有穿背心的人 我見過 有個叔叔走到那裡 你戴口罩 你戴口罩 那女生好像在喝珍珠奶 太陽筆的東西 在喝一杯飲料 我正在喝飲料 接著 說到不說 指指的牌 敲桌 桌子上有張貼紙 寫著 不准飲食 不准食物 那女生又沒有辦法 戴口罩 就算了 那你搞那麼多東西做什麼 你全部關掉他 你被人賣飲 又被人賣飲食 你又被人做生意 但是不被人吃 變了什麼呢 其實變了 變了令我想起日本 日本現在有很多步行街 就是遊客區的步行街 有很多人賣雪糕 賣這些小食 然後跟你說 那條街不准食物 那你就不要做生意 是不是很簡單 然後就說 不是啊 你站在我們這個門口那裡吃 我們有垃圾桶在那裡 你不要打擾到其他人 那都是犯法的 你不要走 對 問題就是你站在這個位置 就沒有問題 但在中環街市 就沒有這件事存在 因為你走出去 你脫下口罩一喝東西 又有問題 我不懂得說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就是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但你今天那個女人 就比較奇怪 因為她真的聰明你 她瘋了 但是她也是一個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我也覺得她是一個英雄豪傑 當然是英雄 因為她真的跟她來過 因為你可以不是善男信女 你也可以跟她拍片 我的樣子也不是善男信女 都說200磅 你可以跟她拍片 對嗎 但是她也敢死 她敢死 她是一個正義感 對 所以她也是英雄豪傑 她是英雄豪傑 因為我應該是她的質量一倍 你很小顆而已 即是如果帶上來的話 是麻煩的 我麻煩了 我終身監獄 因為有機會成為悟殺 但問題就是 我就是覺得 大佬會不會是公審 她說想拍你 放在網上就奇怪了 其實也有見過 看大家樂 那個叔叔吃完東西 凍檸茶你拍了一杯飲品 都還沒喝完 接著被人拍上網 說吃完東西不戴口罩 最近那件事也賣了 你的陽具在我背部 嗨 那天我看新聞 我看完 你便報警 如果你現場 她的陽具不斷接觸你背部 你現場便報警 打999 立刻警察來到 你說什麼事 你現場又不報警 然後你放上網 現在到了最後 人家真的沒有了份工 後來我知道 是嗎 是呀真的被解僱了 但不是說沒有解僱嗎 因為我不知道 真還是假網 可能是假的 是假的 但問題就是 你放上網 公審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 現在我們想說那個漫漫文化 是 就是 為何她不發聲 為何那一刻她可能只是 純粹投訴員 又不報警 是 接著想要放上網 是 她因為以為放上網 沒有人知道是誰 其實很多這些事情 現在 為何文化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很大的理由是 很大的原因是 是因為大部分人 以為上網 就沒有人知道是誰 是 我隱藏了 我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我喜歡罵你就罵你 喜歡說你什麼都行 總之就是 因為我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是呀 因為你不會知道我是誰 我說完的事情 對不對也好 總之我就說了 我可以罵你 我身受其害 最近大家都知道 在亞洲電視 不知為何弄了幾隻hater 什麼都罵一頓 對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好的例子 我那天就說了 不喜歡看就不好看 我又不是特別英俊 是不是 你每次都照顧我的話 還好笑 那些hater是我做直播才出現 其他子晴 軒仔 他又不會出現 即是你留意了我的直播 是 那你是想想捉我的錯處 或者捉我講錯話 其實都沒有問題 我都說了 理得我是聽眾 但是如果你牽涉到人身攻擊 那真的太過分了 我覺得是這樣 有hater 大師說過 有hater是好事 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是針對一直咬著不放 說來說去那些事情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對 他們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我後來發現到 就是他們 有些人是支持我的 是 但他們就撞到那些人 即是一撞到那些人 即是一撞到他們就撞到 那後來支持我的人都沒有了 就剩下他們 那我也怕他們 你知道 對 我看到你消失了 對 那我想問你的目的是哪 我其實覺得很有趣 因為其實 當然可能大師和Alan不同意 你不要看 你不喜歡看 你不要看 但其實去到最後 所有事情都應該是這樣 是 即是你不能 即是當然你做個台也好 做什麼也好 你希望 多些人看 如果我香港有700萬人 我希望700萬人都看完 當然 你當然想這樣 但有些人不喜歡這類型的節目 不喜歡看東西很正常 不喜歡你一個 就算我只是不喜歡你的嘴巴 那好嗎 我便不看 即是跟我現在看Youtube一樣 你有時候你給我看 我都不一定要看 即是你給韓志光看 我不代表我一定要按進去 對 我不是說他做得很完美 甚至不是說我看完不看 但你可以給我 我可以不看 就是這樣 你給蕭生我 我也不看 就是這樣 你喜歡有些東西 你不喜歡 可能是立場 可能是他說的對錯 什麼都好 就是這樣 但我會覺得有些很有趣 就是 我相信有些人的娛樂性 是想抓人錯處 而去告訴你 我比你厲害 從而去拿回自己的存在感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你既然這麼厲害 你做吧 對 你做節目 對 對 又要在娛樂性那裏拿一個平衡 又要歷史準確性 對 你這麼厲害 你來 即是 錯 即是我不懂 我不是洋語 即是你那些東西適合錯 我不知道 但你又要說到 即是 大哥 寬雅堂皇 多厲害 你在YouTube上說的話 就是一個公開的頻道 公開的頻道 一定要有公信性 一定要正確 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問你一件事 你有沒有照鏡 或者叫你老婆照鏡 即是難道你們兩樣不夠美 你們是不是不出街 街都是一個公眾平台 你走出來令到我 即是你坐在茶餐廳 我看到你的樣子 嘩 你只要用麵具才吃 好嗎 即是沒得這樣 是 你可以不去那裏吃 你可以不看他 那你又不是 說到好像 我硬要 我是要的 我是要你改 最慘的也不是這件事 到最後 其實到最後 就有一點像我剛才所說的 他想人沒有一份工作 即是他想打爛人家的飯碗 他們也有流年 即管理層 即是經常都是那些 Alan大師 你們作為一個管理層 你們覺得這些事情怎麼看 即是間接你們想怎樣 即是想他們表態 他做得不好 我解僱他好不好 你不是想這樣 即是 我不知是甚麼原因 39547 你不是會喜歡打爛人家的飯碗 我不知道 就跟上次一樣 你的羊具碰到我背部 他不是放上網 他最想要的東西 就是想你打人家的飯碗 因為如果你想去坐牢 即時報警 你可以立刻報警 做一陣茶 楊具碰到我背部 多大事 還有有影片 為何你又不報警 你想放上網 你最後的目的 都是想 這條色情人 做這個待會 我要解僱他 最後都是想這樣 即是兩件事 一是搞到別人沒有工作 一是搞到別人的餐廳沒有生意 都是想打爛人家的飯碗 是 但為何會有這件事出現 就是想搞到別人沒有飯碗 這個就是所謂的漫漫文化 和想看別人的糟糕 但是對他沒有甚麼好處 我就是這樣問 最近R軍說了一句 他經常說的 我人生最大的樂趣 和人分享我的知識 和追求知識 我覺得真是無比高尚 當然 這個人真是無比高尚 這個人是無比高尚 和分享我的知識 會不會有些人的追求就是 我希望今天能夠打爛一個人的飯碗 我明天希望能夠打人兩個人的飯碗 而你又不知道是我的真正生飯 當然 你打我的飯碗 我知道你的真正生飯 現在情侶被人起底 結果也是被人起底 因為現在被人反起底 反起底 但是最慘的 你知道這件事嗎 反起底也是想打爛他們 所以說也是打爛了他們的飯碗 到最後就是這件事 真是好笑 那個女生不像是一間 不知道做甚麼的 賣一些珠二繩 還是水晶的店舖裏做 結果那個店舖就說 不要不用它 那個男人好像是髮型師 又沒有那個飯碗 又說他在我們掛單做的 不是我們的髮型師 我們都沒有跟他合作 類似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結果這件事是好笑 你想打爛了他們的飯碗 結果打爛了自己的飯碗 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為何這麼喜歡看別人的混蛋 我作為一個很小孩的爸爸 我怎樣都不會教自己的小孩 我經常跟他們說 你信任何不信任何 我經常說 麻煩你欣賞一下別人的優點 這個世界 你不好意思 我照著說一些我最近心裏的事 我們很多時候說一個問題 就是 人是一個 你是一個甚麼人 你做壞事 做壞事做錯事 習年斯基是好人 普京是壞人 沒有人是一個永遠的壞人 沒有人是一個永遠的壞人 其實人是一個不斷做一些不同的事 形成了一個人是一個甚麼人 其實中間是有是非黑白 每一個人都有好的地方 有些不好的地方 這件事是真的 很少人好像R君那樣 你說得很完美 有頭髮也會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我們要放大人的缺點 你不去好好看別人的優點 對嗎 對 我想這件事 尤其是因為這樣 為什麼我今天說 你的女人是一個英雄 因為他兜口兜面話 因為你看到他甚麼樣子 你要兜除打落他 他沒有話可說 是啊 他要有這個危險性 他很危險 但是網上的言論就不是 大家躲在自己的電腦也好 手機也好後面 打幾個字 說完就算了 你又找不到我的吹咩 但是我又想打破你飯碗 總之今次我搞你 就搞到你沒有事情做 我沒有其他原因 為什麼我不知道 總之搞到你感覺很開心 像是這樣 除非他原來不是的 我認識你的 30年前原來你刮過我一巴掌 或者30年前你去酒吧搶了我女兒 我也在想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 是啊 現在我就是這麼討厭你 我見你有飯碗 我想你沒有飯碗 你也有個原因 你不知道 這個就變了 但是我會明白 除非你真的跟別人做朋友 你看別人的優點 什麼缺點 你上網看一些東西 對不對 看了就算了 但是有些人 我覺得是喜歡聊交曳 因為他悶 這個就是你們提供的其中一種語學方式 沒錯 他有時候說的話 你們或者某些台 我覺得有趣的就是喜歡回答他們的東西 其實如果給我 我就不回答 即是封了一個留言 封了什麼都好 或者有留言 就不理會 但是有些人會自己吵架 會很簡單 其實很久以前 外國的運動網站 ESPN ESPN是可以留言的 那時候有留言的時候 那些留言好看到 你那隊罵我那隊 我那隊罵你那隊 關閉了嗎 後來沒有了 其實CNA現在都沒有 好像Fox還是什麼 有某些東西有的 甚至乎南華早報都好像還可以留言 有 但是有很多新聞網站都已經不再搞這些 因為太麻煩 太多人在壓迫都沒有什麼 是 但是新聞網站就沒有所謂 你來罵就罵 是 你們罵不關我的事 我又沒有人回答你 是 但是你們有時候喜歡回答 是 喜歡覺得這些事情要搞 是 有些台人就不理 是 很多都不理 是 我怎麼理 一隻字是抓住我來講 是 大哥 說錯話有什麼很奇怪 或者說一些東西 有時候很快地說出來 沒有說到很仔細 就好像最近大師說車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喜歡爭論 爭論這個 又是這個好 對吧 你說駕駛法拉你有品味 那為什麼駕駛法拉你有品味 那為什麼駕駛法拉你和林寶堅尼 還是 麥卡蘭哪個好 那你都是品味 你都是自己選的 你沒有說哪個好 然後你就搞到那些東西這麼複雜 又是又要腳車 又是又要什麼 就是 我知道你說哪 是 就是 大哥 就是 不要這樣 對 免費的 對 你喜歡看就看 所以到最後我會覺得 某些人其實覺得那個已經是 那個才是那個最好吃的肉 我明白 就是我和你溝通那一刻 我和你爭論那一刻 你們又肯認我 但其實大師自己也說過 那個什麼父子騎著爐 是 帶著一隻爐進去 最初兒子騎著一隻爐進去 最初兩個人拖著一隻爐進去 入到一隻爐進去的人就說 嘩這兩個東西 有隻爐都不坐上去 就讓兒子坐上去 然後就被人罵 被人罵 有沒有搞錯 老爸這麼老 你不讓他坐就讓兒子坐 兒子下來就讓兒子坐 然後又有人說 你為什麼讓兒子這麼小 你要走 就是 你以為你令到哪個人開心 如果你純粹為了令人開心 你到最後 沒有可能 這個是我覺得有些事情 搭與不搭之間 你要拿一個平衡 但我覺得你們是偏喜歡搭人 我不搭你 你去到後來就沒有你脫下 一來 二來 我覺得有時候你們寫東西也好 錯就錯 錯就錯 錯的 認了就這樣 你想我怎樣 我覺得你應該要更正 要認錯 要什麼道歉 不用這樣 是啊 一天說那麼多 那我怎樣去 你想我怎樣 要不要我拍段片鞠躬 如果是的話 就拍一段歌詞 每次就按回唱會選手 不可以這樣 問題就是 其實我自己本身 有一件工作我從事 就是要寫一些東西 非常精準 我已經是很厭倦的 因為要很精準 寫的東西 精準到什麼地步 就是一定要引哪裏出處 就是你明白我做的 我做節目 我除了說 我也是輕鬆一下 你又要我去到那個 那麼緊張的狀態 要很精準 還有這個世界 尤其是歷史 哪有精準的 你跟我爭論孫中山 是不是好人 你覺得去好人 不是好人 我再去問 什麼好人 對 什麼好人 是不是 你這樣說 其實很難去 我很難去服務你 但是你又要捉著我 那些東西來罵 那我昨天有空 那你見不到我 我自己都很無癮 我都想不到有些人 是這麼無聊 搞這些事情 我會覺得 他們會覺得 這個就是 他的娛樂一部份 他從這裡得到他的 最大快樂 是 但是如果你這樣問我 我就說 我不覺得這個人會開心 那什麼 可能很開心 或者他每天去不同 在不同的地方挑剔不同的人 是 去從而增加自己的存在感 也好 什麼都好 他可能覺得很快樂 我祝他快樂 還有一件事就是 拆存在感 你的存在感怎麼拆出來 我問你 我沒有 可以沒有存在感 為什麼要拆存在感 我覺得自己有用就可以了 有些人是這樣的 但是你的存在感上網 是 用一個 人家看到 像名不像名的東西 是 那誰知道你是誰 是 我真的 我都幾服這些人 我都不知道這些人是什麼 到最後又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我有時候很文學性地去想 究竟這個人是一個什麼人 他究竟是在一個什麼地方 他用一些什麼 電話 電腦 反覆看我的影片 然後執著我的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我想去想一下 因為我自己是從來都不做這些 但其實有不少人是這樣的 上網上吵架那些 在等 坐在那裡等你 覆了我沒有 覆了我沒有 你也要回覆你 吵架 有些人是喜歡這樣 很無聊的 但現在其實 我看上去好像已經少過以前 有一段時間 是很多人喜歡上網和人吵架 吵架很久 現在通常都是 知道你想吵架的人 都不理你了 說了 因為太多東西要看 我為什麼要這樣 娛樂有很多種方式 如你所說 吃完飯去沙拉布也行 我有時間 我都要把我們晨山遊牆水 我搞這麼多東西做什麼 而且也會做那樣 YouTube有很多東西看 沒有人拿這張紙巨頭看 我Dixney Plus和Nikvist都看不完 是的 為什麼還要我 你明白我什麼意思 我有時候想 究竟他是什麼人 為什麼要在這方面得到快感 我不懂 而且他不認識我 正如你所說 他和我是仇人 那應份 搞你就是搞你 不用搞你 他和我是仇人 真的沒有所謂 如果他和我幻想 如果他和我是三不識七 或者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你追擊我 動機是什麼 正如你所說 可能都是一個娛樂 我不是說他不對 很多人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想說說動機的問題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東西好做 對嗎 他的最大快樂就是要收回來 就是R君的一句話就是這樣 他人生最大快樂 原來就是上網 希望打人家飯碗 或者罵人 引起罵戰就最好了 其實這個漫漫文化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憶 我好像之前在這裡說過 其實我自己 我一個比較年紀大的人 我記得以前的漫漫文化 背後講的人我都會講的 但是很少 就是近年的漫漫文化 是越來越上升的 我想就是有互聯網 有互聯網大家隱蔽了身份 我做什麼 我不需要什麼票 我說什麼就說什麼 我躲起來了一個假名 你吹嗎 你找我 現在為什麼經常都在說說 互聯網實名制 人們不喜歡就是這樣 那怎麼還得了 是不是 我罵完之後 你知道我是誰 我就不敢罵 我找到你的IP 你那個人好像那個英雄 那樣 你不要走 我做不出來 老實在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的 就是一件事 我覺得 我在這個節目都好像講過 我經常覺得 漫漫文化都是 21世紀之後才出現 有一個互聯網 大家就沒有暫感 淫鬧 但是我想問一件事 那個社會現在 我覺得是偏向負面 那跟這件事是不是有關係 有關係 有關係 因為你社會都是由無數人的個體組成 每個人都是負面思想的 就是負面 因為有社會很負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負面 現在一個社會上 我接觸很多人都是很負面 我不知道怎麼說 都不是什麼黃藍的問題 很多都是 所謂 先超越了政治 我們不說政治 我們就說普羅人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喜歡 一些傾向負面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那個漫漫文化有關係 好像都是很難開心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容易開心的人 或者我知道我會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遇到一些我處理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也想辦法讓自己開心 因為我經常跟自己覺得 一個人生最重要是開心 如果我經常去想負面的事情 或者我都是覺得 香港的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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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了 沒難回復當年的盛世 在這裏都是狗邪偷生的 就算是真的 我都不需要去想 因為我在這裏 還有我經常都覺得就是這樣 你越負面 就沒有什麼好事可以發生出來 是的 這個是正面人想法的方法 就算你的環境幾個不好 幾個惡劣 就像打球一樣 下半場3比0 你正在輸 那你出去想著 你正在輸了 那就是6比0 因為6比0 要不就好好的 4比0或者3比0 你都不想去攻 你都不想回頭了 你用心就3比3 你抱A4比0 難踢12把傢伙 有機會這樣 有機會這樣 為什麼我喜歡看運動 就是很多時候有這些 到最後原來可以回頭 而你看到那群人 其實兩邊都沒有放棄過 但不知道為什麼一邊是蓋上來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好看的氣 但是如果你很負面 根本沒有可能去到那一步 所以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要這樣 我會明白的 有些人走了 他要繼續說你這裏 那他就要 我對嘛 你錯嘛 那你們留在那裏 你們不溫稅煮 你們遲了什麼 他要覺得自己對 就算生活覺得多不好 他也覺得自己對 那他走了 他要說這些是很正常的 正常的 但你在這裏的人 如果只是自怨自喊 那這個就有問題 在那裏都是 如果我去到英國 你每天回來都是自喊自喊 你都應該做不到任何事情 就算多不好 你正面一點的人 你怎麼都找到那些事情做 就是這件事我不明白為什麼 但這件事我想知道 是不是這個負面文化 這個負面情緒 和這個漫畫文化 是不是相符相成 我覺得是相符相成 使得整體環境 大家都偏向這一邊 因為你是說要罵人 你平日最大的娛樂 就是想打破人飯碗 你怎麼會有些開心的事發生在你身上 你一天到刻 你想做什麼 你跟我說 我最想的就是 我那樣看我阿Lo 你都瘋狂的 第一你衣服不會穿 我想問 你怎麼開心 你想做什麼 你最喜歡做什麼 我想打破那兩張飯碗 我最喜歡打破人飯碗 那已經不可能是一個開心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很奇怪 你說這個人會有正能量 或者我們不要說正能量 正能量 就是負面說話 你說這個人可以活著開心的 我都不能說 你怎麼活著開心 你自己都是想做一些壞事 正如你找到一個serious killer serious killer 他殺了很多人 埋在地獄那裡 你一定會跟他說 你都不開心 正面是這樣 其實真正是他開心 他實現了自己用 因為他傻了 你自己都是做一些不開心的事 或者做一些負面的事 那你的人生又怎麼可以不負面呢 我想說 難道你正常是一個 即是你本身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人 一個快樂的人是想跟別人分享的快樂 好像El君 我想share 如何有頭髮 我share給你 那就沒有錢賺 有三九八 其實是一個share 其實這個才是一個正面的人生觀 譬如我現在 有時候我拍攝年輕人做事 我都會覺得我付出了 即是原本經常都扮了老闆屎 我付出了 即是既然我是一個有用的老 我既然是一個有用的死廢佬 我當然有些東西你是用到 我會這樣去想一件事 我不會說 你認識什麼 你認識一條黑嗎 即是我不會這樣去做人 還有我覺得 即是我想追求的是快樂人生 即是無論如何都好 即是我有時想 如果我是你呢 我應該會幾快樂的 但我第一件事我沒有可能是你 即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我不是你 那我是我自己 那我追求我自己快樂 即是 而且你是有權去追求你的快樂 當然有權 但我覺得有個問題 如果你的快樂是建築在別人的痛苦身上 那我不是CVQ 那這就有問題 我不是連環殺手 我是一個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力 我要追求幸福 我要追求正面是正確的 那你說沒有的了 周圍的東西都是沒有的了 完的了 那便離開了 但我又覺得很奇怪 為何這幾年多了這些聲音很多 有什麼完的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完的 還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叫懸賭服輸 你打輸了嗎 那便受了 你不能推翻他 那便受了 那這件事很正常 反過來 打的時候你有沒有出來 什麼 打的時候你有沒有出來 那些人 沒有 即是現在的怨的人 是不是個個都出來 是 如果不是你真的沒有份打過 那就是另一件事 我們對香港現在充斥的文化 負面情緒我都有點擔心 你見很多都是 對 我沒有 不是 很有趣的 但是 反過來 講回 現在講了多久 可以講完 即是好像MIRROR MIRROR演唱會 賣一支燈 三百多元 那些粉絲也吵了 那便是漫漫文化 反過來 我們這些看日本偶像 整支燈回來 又要去旺角 找朋友幫我們代購 寄到過來多少錢 又買一張照片 又不用 又不用八百 即是當你三四百元 那你又買一張照片 又買一條毛巾 那些是什麼 你追星 你要付出 你現在追星 直接給錢那間公司 他那間公司賺了錢 已經是很直接的一個交易 我還要經幾層都要這樣 那有沒有很願 沒有很願的 你可以不買 日本類名式的寫真集 你可以不買 誰叫你買 是貴的了 四百八十元 五百二十元 是貴的了 本來2000日圓 是啊 百多元 你還不收到四百多元 放在這裡 你可以不買 你買不起便不要買 但你喜歡的便買了 打開膠袋 裡面的書箱 真的沒得頂 是高一點 那個問題是 你說得對 那我為什麼要罵 是啊 Jeky我沒有很罵 你只是給人不給 你不要暈倒水 大哥 後樓梯講什麼問題 其實很多文學作品 尤其是在我國的文學作品 就是杜斯泰爾夫基斯基爾 或者那些泰爾士泰 他們經常講過問題 人是有自虐性的 是不是 自虐 就是我們其實很喜歡去虐待自己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佛羅伊德他們會說 榮駕那些就會說 其實人是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性慾的問題 我不知道 什麼都是性慾的問題 他們就會 有一批人會說 是的 我以前都像你這樣想的 佛羅伊德 我後來看過幾本書 又好像是有些東西剛剛的 當然那些東西放在現代心理學 都不會成立 但是問題是人是有一定的自虐性 就是有些東西你可以避開去 你不想見我常公子 你就不要開 我說了什麼時候做直播 你就不要看 如果你見我這麼生氣 你要看又要吵架我 接著又要令自己不開心 那就是自虐 我覺得你是正在自虐 有這麼多東西可以看 是不是 我為什麼要看你 如果我看連絲也好 是不是漂亮那麼多 就是那個問題是 我覺得人是有自虐性的 我自己就會覺得是這樣 結果漫漫文化也是那些 因為你 就像剛才那樣 我喜歡MIRROR 但是我買它一盞燈回來 358元 你怎麼這麼貴 找我笨 又要我申請信用卡 才能買到你MIRROR票 你根本就是 找我笨 又不是一定能買到的 傳給你 我講完 我們這些清談節目 直至了當 直接貼地 有我的朋友親口說 傳給你 問題就是 你可言 就是 為什麼你要去參加 那你便自虐 是 你參加得 其實很老實 追星三百多元之前 這個課金不是很貴 真的 不是很誇張 我想現在很多東西免費 不過現在最嚴重的是什麼 你去信我 有些店舖是買他們的東西 那些可能很便宜 我不知多少錢 或者他們覺得合理 但那些不是正式他們出的 只不過是有些人 無良商人 是 拿了他們的照片 印在膠板上 印在什麼 那些你肯貨 那些肯付 進去買三百元 面不改用 正式渠道買些小燈 你說不肯付 這個就有問題 是 我想你要搞清楚 你在做什麼 和早前有個議員說一樣 是 你現在這樣搞 這個 quarantine 去完旅行 回來香港要七天 你不就把旅遊 變成一個富人 才可以做到的一個玩意 也對 那我想 我聽完之後 我想 啊 這樣 不是正常嗎 是的 就是 就是 所有人都應該有權去旅行嗎 是 所有人都應該有權去旅行 但不是所有人有錢去旅行 對 你要搞清楚這件事 那你作為一個議員 你說這些有什麼意思 他們差不多 那個水平是很低的 你為什麼要說這些 他們水平是很低的 那我都沒有什麼 Nexus電 那是很奇怪 但其實是很奇怪 因為香港經常有人說 的士再加價很貴 的士貴是正常的 不是嗎 你去日本 你不就知道香港的士很便宜 對 不用去日本 很多地方都會發現 香港的士算便宜 但是 香港的士貴 如果的士要貴是正常的 因為你是怎樣到怎樣 又做到最舒服的 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半公共交通工具 貴一點是正常的 不貴的 大家坐巴士 你選擇坐巴士 香港那麼多選擇 你坐地鐵 那你怨什麼 什麼都怨 什麼都怨 什麼都怨一頓 你不可以因為有錢 有些東西貴了就要怨 不是 什麼都怨一頓 你人生是生下來應該追求幸福 我現在最幸福就是去銅鑼灣那裡走去 在家裡 各個 不要緊 我們追求不同的幸福 我們人生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我自己的幸福 在不傷害或者不妨礙別人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合理的 但就不要埋怨這麼多東西 你埋怨也沒有 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可以埋怨的 這個世界什麼都可以埋怨 你要埋怨的千百樣東西可以埋怨 笑臘足球 我這麼英俊 但是我沒有頭髮 真的不要打眼睛 我們遲些再深化一些題目 我們隨後說 但我覺得不要這麼多埋怨 首先你要令自己開心 令自己開心的方法就是不要打破別人法門 第二件事就是不要埋怨這麼多東西 第三件事就是放大別人的優點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難道習近平沒有優點嗎 你要去理解 去讀才可以 先不要講習近平的優點 我講習主席 其實是一個很大優點的人 我想說一個人當然是有一些缺點 你約翰遜也是可以有優點的缺點 你看他的優點 他的優點就是很Funny 約翰遜出來 我每一次見到電視 見到約翰遜 我看他的髮型飄一下飄一下 這個是優點 你要硬去看他的缺點 當然有很多缺點 我想說這件事 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優點缺點 太多批判性 最慘的是太多批判的東西出來的思維 但是那個批判性在自己出來 就不是那麼多 因為吸收了回來的 現在最討厭的就是 每天都聽到就是 中國發火箭 他們那些東西扔下來 沒有控制的 扔去哪裡都不知道的 你看到西洋媒體周圍播放這些東西 難道他們那些有的嗎 然後跌下來 我們又沒有摘到東西 他們會摘到東西 他們偶爾也會摘到東西 因為會有的 他們就是這樣 有這樣的事 跌了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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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全部都是這樣 難道你做是沒有這些問題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大家聽了一個片面的一件事 就放在我腦上 就覺得那件事是 只有那件事就對了 肯定全部都是中國的錯 或者什麼的錯 那這個就有問題 就是你要 但是這個最慘 我經常說 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所謂比較聰明的人 我不說知識分子 就是有一點錢 以為自己很聰明的人 通常都是看西方媒體 看完西方媒體 他又不懂得分哪些是假話 又沒有想過 全身照收 這個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每天看《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全部都有看 看完你就相信了 那就麻煩了 為什麼你要相信 為什麼你會覺得是 白人不會騙人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很有趣 總之白人說的話 我全部都不相信 但是他是一個美國人 他是一個美籍華人 最近扔了一本護照的人 然後他就說 很簡單 總之白人說的話 全部都是假話 他也沒有程度上沒有錯 他現在四十幾歲 這個就是他活了在美國三十幾年 再來到這裡十幾年 對最後的一個結論 總之白人說的都是黑人 好啦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因為有八個字 五十分鐘 我還有結論 因為 你剛才說一個問題 你說批判性思考 是 哲學上面有一個名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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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性思考 你剛才說的 現在的人很批判性 你用錯了 是 應該怎樣 其實他們是一些 他們只是漫罵 他們是鬼批判 不是 我的意思是這樣 他已經拿了一些資訊 他就當那些資訊是一個事實 其實他沒有經過腦裡的批判 沒錯 他沒有批判 他拿了那件事回來 就當那件事是對的 結果他變成漫罵 你的人是衛星會掉下來的 其實是窄的 是啊 其實窄死了很多人 整個縣的人都消失了 當然不會讓你知道 我的意思是 怎樣批判 就是沒有批判過 你只是單方面接受了某些資訊 然後你就開始漫罵 不只是說政治 不只是說中國 在網絡看到一些東西 單方面 你這條狗 你這條狗 你這條狗欺到我背部 為什麼你做什麼 很開心 中國人看到那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很開心 拿出來說 好像不關自己的事 但是那個鬼佬看著你 你會覺得你是自己人嗎 你英文說得多好 都不覺得你是自己人 是 由你把口說出來 就最清楚 因為你在美國活了不久 好了 我們下次的公子破壞時間 再罵個 我們繼續罵人 不不不 我們轉通 這是天南地北的清談節目 好 今天50集結束了 因為今天精彩一點 50集 我們做足50多分鐘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得like shar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